介紹來看到環保康明的消息 加吉斯今年 這年新電市民共同努力 核佩第一名的江磊 伴侶你這年求獎金 這年經濟 以及這年幫手搭近生活 開關小必貼的情勢瓦東 全球控暖化 加吉斯這年江磊3萬塊 公開投資 加吉市政府雅則輝跟市民研究 專列為第九控暖化 將在巴黎中開的聯合國 第二十一階氣候變成會議 希望賀195個 簽署新國際協定 以對控全球暖化 加吉斯去年 向營經濟部下位接電出示 專民共同努力 責任第一名 特別來基板 接電幫手搭近生活 開關小必貼精算活動 來自冰冬比 加入江議台下方的黑 加入伊亭 將開關有力竅的概念 做創作 接第一名 獎金3萬塊 由加吉市長辦款 另外 你這點抽獎金 這點警察 這處來參加的 勞責中獎律會上官 在律師的競爭之下 跟葉伊亭 共同抽出獎3萬塊 另外有頭獎5名 可以獲得1萬塊獎金 比抽出幸運這點 這次的電費全部有下落 台灣6月多也才通過法律 規定我們2050年 也就是35年以後 我們應該恢復到2005年 10年前的一半 那這個要檢查到一半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要儘快開始下降 也就趕快達到pick 這最高點 趕快開始下降 不然2050年要降到二分之一 非常非常的困難 大家要一起來 我們今天也在這裡 特別頒獎給一位 專求控暖化關鍵點2度C 經希望可以做到 暖化新聞控制在1.5度C之內 包括欧望 美國 韓國 也還有台灣 都提出文學氣體減排目標 台灣是必須要檢討 去年的一半 這點就是檢討方法之一 各位市政府研究市民 專列為地球控暖化 最新鮮博恩 創明董 加吉祺 蔡控播燈 這次都能夠儲存出 我只要這個添加 我會唯一